第一个是手腕上有三角纹 大部分人手腕有一条手腕线 如果是有三条手腕线 只要其中有任何一条手腕线上 有其他的纹路 组合形成像三角形的纹路 那么这种必定是大富大贵 能够从自己祖上或者父辈 得到大量的家产 自己创业或者从政 都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 第二个是手腕线 第一条有链状的纹路 第一条手腕线上有类似于 波浪状链状的纹路 并且比较完整 并且另外两条手腕线 也是比较深可清晰 前提是有三条手腕线 那么这种纹路的人 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坎坷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 由于年轻的时候的磨练 做事韧性十足 波浪状的纹路代表早年的磨练 能够在工作或者是自己事业上 埋头骨干取得好成绩 属于典型的好饭不怕晚 大气晚成的这种人 第三个是手腕线第一条有新纹 第一条手腕线和第二条手腕线的纹路 非常的清晰 并且在第一条手腕线上有新纹的人 类似于五角星 几条短线形成的交叉形成的纹路 这种类型的人命中藏金纳银 有偏财运和贵人运 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 犹如财神爷帮身 偏财运格外的旺盛 能够时不时的有一些意外支财路障 同时得益于贵人的帮助 第四个是手腕线第一条中间的 有处十字纹 那么第一条手腕线中间处 有一条类似于十字纹交叉的十字纹 早年的时候生活十分的辛苦 但随着年纪的增长 不断的努力 等到成家立业之后 事业开始风生水起 到了儿立之年 事业如日中天 才云风龙 并且晚年的时候 更加是无比的富贵 儿孙孝顺 安享荣华富贵